歡迎深圳發記獎 我是安悠祺 基隆市東岸廣場 維豐的合約曝光之後 外界才發現 原來維豐開出的條件 遠遠不如Net 那為什麼基隆市長 謝國良卻要用維豐 來取代Net呢 針對諸多的疑點 謝國良到目前為止 不但沒有說清楚 而且還爆出更多的爭議 包括了這個半夜破門 這個夜闖Net 原來基隆市警察局長 根本不知情 可是謝國良也說 我沒下令 那到底是誰下令的呢 難道是警員吃飽了太閒 自己主動行動的嗎 而且謝國良也認 登了這個廣告 去說明維豐的收入 用的就是基隆市政府的公堂 那當然還有更多的爭議 但現在雪球越滾越大之後 謝國良又被爆料了 他要解決爭議的方式 竟然是要發動罷免議長 這未免太荒腔走板了吧 而且國民黨不是才在立法院 提了優先法案 其實什麼藐視國會法嗎 那國民黨立委要不要先出來講一下 金融市長謝國良 這算不算藐視議會呢 而且講到藍白 在立法院的表現都被認為很走鐘 好 大家還記得嗎 才質詢這個陳建仁 說我質詢你是上對下的關係 這國民黨的立委翁曉玲 今天又出奇招了 他說這個少數總統不新 所以以後這個總統投票 如果這個總統第一輪沒有 得票沒有過敗的話 他說那就要進行第二輪投票 也就是這個總統選舉 要採取兩輪制 結果外界就大酸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國民黨選輸了 不甘心要翻桌是不是 好 先為你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資深媒體的丁學偉 各位大家好 這位評論員王宜傳老師 大家好 人家穩座家周圍航老師 大家好 武黨籍桃園市議員 宜北陳將軍 又齊好 大家好 財務局阿兄 宇寬 又齊好 大家好 好 我們還是先來看 這個金門宜傳翻覆的這個案子 現在經過第15次協商之後 又破局了 中方的態度非常強硬 但是是無理的強硬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中方的家屬是嗆聲 等不到道歉 所以我們好失望 我們回中國去了 而且還講 船明明是被撞翻的 卻沒有人承擔責任 連一句最簡單的道歉都沒有 然後全中台灣副主任 這個還講說 這個既然沒什麼好談的 那我們就回去了 後果民進黨當局自負 可是我們來看看 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台灣方面我們已經釋出了非常多的善意 包括海巡署的分署長親自到場 給這個家屬的每個人送上 十萬塊錢人民幣的慰問金 結果兩度被這個家屬拒絕 為什麼呢 因為據說 這個我方要求中方要簽結領據 廢話 我們是公家單位給錢 我們當然要你簽領據 我們才能報仗 而且中間還有三個字 據說讓家屬看得很刺眼 就是慰問金三個字 說這日先給付的第一期的慰問金 那中方家屬不買單 坦白講官方態度這樣 還不敢買單嗎 那海巡署則說 從2月14號案發之後 我方一直秉持著人道精神 積極的協助家屬 而且歷經了好幾次的協商 為什麼一直破局 因為中方堅持提出 不符合我方法律制度的要求 所以雙方當然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因為我們是個依法論法的國家 可是我們來看 國民黨立委陳雪生 卻點名管碧玲 跟這個邱泰山 說人忍耐就忍耐 那既然委屈就再委屈一點 你看過公雞跟詐猛在談判的嗎 小心 被公雞一吃 吃一口就沒了 今天就是大象跟螞蟻在談戀愛 到底在說什麼 然後另外 行政這個高金素媒 更是痛批海委會跟海巡署 管碧玲 說金門狀場案不是沒有真相 可是我們的官方是選擇性說話 說明一直不清不楚 然後說謊還像擠牙膏一樣 那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則說 這件事情要檢察官偵查 釐清真相 結果出爐之後 如果真的有錯 他說該道歉就道歉 該賠償就賠償 但是得等檢調結果做出來之後 再做最後的決定 退伏會也是前國防部長冯士寬態度更硬 他很生氣的說 玉川有玉川的規定 三無玉川是做正當的事情嗎 就像江陽大道一樣 所以執法就當然要有 所以大家他認為應該要設下停損點了 所以冯士寬有講錯嗎 這個現在到底是誰先錯在先 好 那這個沒想到民眾黨 竟然打折水滾上跟著國民黨 這個一個鼻孔出氣 這個麥玉珍是內政委員會的民眾黨唯一的立委 但是他第一次質詢就已經海基會 海委會都分不清楚了 那你搞得清楚國民黨在幹嘛嗎 好 所以這個黃國昌出馬了 這個昨天民眾黨以金門撞船案為題 又開了個專案報告 而且還在臉書譏諷 說翻覆真相真是不給管 然後痛批這個管碧玲 糾結專案名稱是在轉移焦點 結果這篇文章出來之後不但沒有討好 而且這個網路一片罵聲 說你們只會跪著舔 還說炮口對內不敢對外 你是附和中國的小藍教嗎 然後這個而且還跟國民黨要聯手提案 要組調閱小組查我們的這個海巡 當然這個民進黨質疑這個做法是違憲 可是黃國昌回批 回批這個民進黨立委無私 荒謬到幾點法決常事不及格 回去把世字729解釋文再拿出來 從頭到尾重新讀一次 國昌老師來了 但是這個民進黨立委無私 也不服氣 他說司法院都已經回應 這個提案是違反世字729 小藍雙皇你們不要以人廢言 違憲是大法官說的 你們玩文字遊戲真的太low了 要騙小草可以 要騙全民不可能 而且還說黃國昌號稱法律人 那為什麼在自己身上就轉彎 對中國的三無船舶非法越界捕撈 你卻視而不見呢 好就請教這個學委 當然你怎麼看 這一次的談判協商再度的破局 中方踩得非常的硬 當然國民黨你說國民黨要去負荷 其實大家都可以理解 民眾黨也來了 怎麼回事 國民黨要小心了 民眾黨也來 是要搶你們國民黨的票嗎 你怎麼看 我發現藍白兩邊 對中共的態度實在是搞不清楚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我觀察這一次 老共他雖然看起來 現在踩得很硬對不對 可是這叫做硬中有軟 他為什麼你知道 他就在520之前逼你台灣 上談判桌跟我談 所以他們主要就是什麼 他要求就是你那個什麼 海巡要先道歉 道歉完之後 我才來談撫衛金這個部分 他要求就是你那個什麼 海巡要先道歉 道歉完之後 我才來談撫衛金這個部分 那台灣這方面 我們要站穩立場 就是告訴大家講說 不行 這個事情要脫鉤 對不對 為什麼要道歉 我現在還沒有責任歸屬 還沒有釐清處 你一開始就叫我道歉 而且我們今天是人道關懷 給你一個慰問金 可是他不是 他是告訴你說我要 這個是賠償金的那個部分 所以我之前就有講過說 這個給了錢的名稱 對不對 絕對不能夠混為一談 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而且要事情釐清之後 才能夠做出一些 那個處分對不對 好了那這一次其實 看得出來你知道嗎 為什麼我剛才講說 硬中帶軟你知道 因為這次他們的那個談判代表有沒有 雖然看起來那個代表團的團長 是那個泉州市台港澳辦的那個 副主任叫李朝輝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是 金江市紅十字會的秘書長叫曹榮山 可是你知道嗎 主團代表其實要看誰你知道嗎 叫做徐維維 因為這個人是他的身分是中國海協會的協調處長 所以他今天派了一個名稱不能夠決定的權利的人 來講我是團長 我跟你談談談談 他跟你講說今天談的東西 根本就是要徐維維回去跟北京報告 才能夠做定奪 所以我們現在花了很多時間跟你談 我們展現出誠意跟你談 可是老共方面 他根本跟你打迷糊仗 對不對 所以不需要想太多 而且我說實在話 我為什麼講說硬中帶軟 這個金門一直是他的龍台 龍台就是融合有沒有 融合台灣的一個重點地區 所以你看他之前 他的那個對台工作會議裡面 他的報告就告訴你說 北京的對台基調有沒有 還是希望能夠深化兩岸融合 或者是什麼發展 所以他告訴你說 他現在他也不想讓這個危機擴大 那可是他為什麼一直一看起來 很像很硬對不對 很簡單啊 他就是在這個事情上 希望你能夠 台灣能夠退步讓步 在這個地方 我好對國內大內宣嘛 兩會期間的話 哇好勒勒 你台灣如果先道歉 認輸對不對 服軟 那我都對對中國老百姓 是不是有很大的一個宣傳作用 所以這個不要被老共的一些 表面的那個障礙 煙霧彈給迷惑掉了 好那我是覺得說 我一直講說藍白 為什麼看不清楚 老共的伎倆在哪裡 對不對 你現在急著要去跟他附和 有沒有 我昨天講過說 包括這個陳雪珍有沒有 什麼忍耐就忍耐 委屈就委屈一點 什麼糟糕 不可以去人家鋼 你是在講真寫的對不對 你說這個勤務 我是跟你講說 在這個立場上 等一下張文談判 有談判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籌碼 老共現在海警船 在這個區域裡面 他一直出來那個的話 其實海警船說一句 難聽的 當地金門漁民根本不怕你海警船 海警船主要是來宣誓 來發聲 你看這我在巡邏 你知道對金門漁民來講 他最怕的是什麼 怕的是他的漁船 對不對 所以這次我們海巡 為什麼看到這個珊瑚船舶有沒有 你到底是在做私的 還是你來捕撈魚的 他們搞不好 人家講說他旁邊有一個 那個撈網機嘛對不對 他搞不好就是因為這個 之前有下網下去啊 現在我來趕快撈起來對不對 過年大年初五沒什麼 讓他知道我們海巡很認真 今天還發現你的船隻在這邊 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案子應該要先 你心理清楚說問題在於哪裡 你現在金門 現在老共不談 你這個珊瑚船舶 你有沒有講說 你去調查說這個珊瑚船舶 現在有兩個生還者嘛 那你去那邊幹什麼 你沒錢沒錢是去那裡 送風情的嘛對不對 那你是不是違法在先的疑慮在裡面 那你老共也應該查清楚嘛 我們現在金門地檢署也在查啦 到底是碰撞不碰撞對不對 怎麼撞 而且說實在海巡署之前 現在在堅持說碰撞船案 這個我覺得是真的沒道理 很多人網路上就一直在修理什麼 不能說撞船 海巡署一開始的時候 也是講說那個金門的那個 大陸的船隻有沒有 急速行駛甩尾撞上我們金門的 那個海巡署的艦艇 那我就常常講嘛 這個撞船的說清楚 你也可以說他甩尾給我們撞到 對不對 緊急甩尾 我就講過船隻又 然後自己飛出去 對 船隻又沒有煞車 你沒有煞車的話怎麼辦 因為他的技術不好 為什麼 重心不穩 因為他是急轉嘛 急轉你碰到任何東西 都有可能翻步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撞船你就講清楚 到底是誰撞誰或怎麼樣 反正真的是有發生碰撞 我就講啊 既然有發生碰撞 難道你現在說不能說碰撞的話 那是鬼打到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沒有必要 反而是我們的立場 跟我們應該跟對方談判的問題 你的立場在哪裡 不要像那個陳雪生一樣講 什麼大象螞蟻談戀愛什麼 你要學韓國瑜講金句 這個金句人家不接受 那我是覺得我是相當贊成 那個行政院長陳建仁講的 我真的這一次真的對他講這句話 我真的是百分之百認同 他講說此次要等到檢察官 偵查釐清真相 結果出爐 若有錯該道歉就道歉 該賠償就賠償 可是就是要等到檢調 結果做出最後的決定 這個我之前也宣示過嘛 對不對 你不能在檢調 還沒有查出事實真相之前 你就貿然說要你道歉 要你賠償 要你什麼東西 那都不行 你如果貿然接受大陸提出的條件 我還叫喪失國格 對不對 那如果真的責任在於我們這邊 我們也不能迴避 對不對 我們說真的 那這個事情的話 說真的 你老共如果我們這樣的處理 你還不滿意 那你就是借端聲勢 就不是做事借端聲勢嗎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不需要去再深入討論 不過將軍怎麼看 這個中方根本就是故意的 如果今天我們提的更好的條件 他就會接受嗎 那可是問題是陳學生講 既然這個委屈就再委屈一點 攻擊跟炸蒙談判 小心 炸蒙會被一口吃掉 那這個將軍目前為止 到底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而且昨天海巡署在立法院 就講說我們給對方的撫衛金 可能三四百萬 網路炸鍋 覺得說是他們有錯在先 為什麼我們還要付那麼多錢給他 所以這是台灣人吞不下這口氣 所以現在你看 現在不只是國民黨 現在竟然連民眾黨 都跟國民黨一個鼻孔出氣 你怎麼看這個狀況 我們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執政 這個事會怎麼辦 對不對 對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當然挺自己人啊 挺海巡啊 為什麼 三無船是違法 我們的海巡弟兄是執法 強盜來搶劫 我的官兵去抓強盜 最後官兵有罪 強盜是英雄 各回各國去做審判 我們來查我們的海巡 有沒有出師 我的人我辦 請問那兩個生還的回到中國去 有被查嗎 英雄耶 對啊 我們被迫害啊 他們很無良啊 強盜啊 你是強盜耶 你是強盜耶 你遇到官兵之後 你反而怪官兵是強盜 怎麼都變了 這還有天理嗎 對 沒錯 中國就是沒天理 對 我這樣講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執政 我告訴大家會怎麼辦 海巡署長下台 海委會主委拔掉 然後對岸說什麼就賠什麼 這就是國民黨執政 我不是亂講 我們在軍中 只要遇到任何事情 旅長下台 總司令下台 軍團司令下台 這就是國民黨 我講這就是國民黨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執政 我告訴大家會怎麼辦 海巡署長下台 海委會主委拔掉 然後對岸說什麼就賠什麼 這就是國民黨執政 我不是亂講 我們在軍中 只要遇到任何事情 旅長下台 總司令下台 軍團司令下台 這就是國民黨 我講這就是國民黨 這樣對嗎 所有在軍中服役的官兵 所有在海巡服役的弟兄 你覺得如果國民黨這樣處理 你覺得很爽嗎 還是覺得這樣治安會更好 為了討好對岸 為了息事寧人 不惜打自己的孩子 這些人都是在第一線 幫你拚命的 高金樹梅 陳雪森上船去 你上船一次 跟著海巡去追一次這三無船 你就知道人家是不是在搏命了 你站在立法院吹著冷氣 拿著麥克風在那邊講什麼話 人家在拚命 但為什麼他這麼努力你知道嗎 他也不希望這個事情好好的落幕 其實陳雪森跟高金樹梅也不願意 但是高金樹梅的段數比較高 高金樹梅沒有進入所謂的司法主權的問題 也沒有進入所謂的海巡弟兄有沒有犯錯的問題 他進入的是撞船問題 因為他很清楚 這個事情你怎麼可以不護海巡弟兄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執政 高金樹梅的頭腦會更清楚 他們講說國民黨政府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換掉誰 你要換掉誰 他是看執政黨做事 所以他現在只講撞船 民進黨跟高金跟國民黨 就對著撞船兩個字去糾結 吵完以後 內容有在討論嗎 沒有討論 所以我想他厲害他聰明 陳雪森就low多了 陳雪森他質疑管碧琳的時候 我覺得管碧琳應該直接回答他一點 他說我問你 請問這個公雞跟詐謀吵架 一口就沒了 你要怎麼辦 我覺得管碧琳可以跟他講 對不起 公雞跟詐謀屬農業部 不屬於我管 對不對 海委會怎麼管 公雞跟詐謀呢 對不對 大象還跟螞蟻談戀愛 這個水準會不會太高 太抽象 你是安徒生童話嗎 你要講就講 我們打不過中國 我們要投降 我們的海軍 沒有中國的一點力量 大人家一口都吃掉我們了 所以海軍不用練 軍費不用編了 預算全部裁掉 我們投降就對了 貴友義 挺無憂 我就跪下來就對了 我挺起胸膛來 絕對沒有好處 要不要直接講 講什麼公雞 講什麼詐謀 講什麼大象 講什麼螞蟻 誰是大象 誰是螞蟻 誰是公雞 誰是詐謀 我們是刺蟻好不好 你看過公雞吃刺蟻的嗎 沒錯 對不對 你看過大象去採釘子的嗎 我不是螞蟻 我更不是詐謀 我是刺蟻 面對大象我是鋼丁 所以我才講 慰問金為什麼他們不收 慰問金基於人道 我沒錯 我沒錯 基於人道 我慰問金給你 那如果是賠償金 那就是我錯 對啊 這怎麼可以賠償金呢 所以中國這些人到這邊來 他是想拿 他怎麼會不想拿 那個錢是比照四五萬人民幣的問題 這個四五萬台幣 十萬人民幣 四五十萬台幣 沒錯 他怎麼不想拿 他當然想拿 他敢拿嗎 他其實很想拿 不敢拿 拿了回去有命花嗎 所以我才講 中國人可憐 真是可憐 因為你沒有法治 你是專制 因為你沒有民主 你是共產 所以他到了金門來看 這邊這麼好 我告訴你 如果沒有人壓得來 他就不回去了 他就不回去了 所以我才講 各位 站在自由的土地 呼吸的自由的空氣 自由的民主 選出了立法委員 請高金跟陳雪生想一想 是誰給你問政的權利 是誰給你立法委員的薪資 是中華民國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戈壁向外彎 也不要彎得這麼過分 要彎 又彎得有骨氣一點 只有直接講出來 中華民國打不過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投降吧 幹嘛講 不敢講 就請站在我們國家的立場 站在海群弟兄的立場 捍衛海疆 捍衛國土 寸土不讓 而且這一次 不是還傳出來說 他們的這個靈堂 都是我們的官兵去拜飯 天天拜飯 他們的這個 為什麼他們連家屬都沒有去靈堂 一天 然後你們還支持他那 管碧林說人血無情 到底誰人血無情啊 他不能拜啊 不能拜 那是罪犯啊 中國的海警也要抓的 如果中國海警 中國的這些官員去拜這些人 那以後三無船還不要抓 以後三無船還不要抓 三無船影響廈門的海上的安全多 還是金門 他不能拜啊 所以知道李虧這是犯罪 這是罪犯嘛 你怎麼去拜 你去拜是不是鼓勵三無船隻 對耶 中國的漁民就要抗議了 中國漁民很兇的耶 我出海攔截過耶 我出海驅離過耶 我出海驅離過耶 超兇的啊 真的超兇的 那個出來說 停船停船 你以為他說 不好意思我停船 他是拿出斧頭來 我跟你講 你過來看看 所以我們以前出去出離 驅離的時候 帶武林機槍架在船頭 我們每個都帶實彈的 所以我說中國的漁民 你以為是扇類啊 他貝類的 扇類 他不是扇類啊 非常兇悍 所以三無船是違法的 他比這個漁民還凶 所以我才說 面對歹徒 我們的海巡如果是綿羊 那各位 我們的海上的安全 誰來保護 所以難怪他們回去的時候 一定要翻供 要不然的話 他們也會有事啊 結果呢 我們竟然幫著罪犯講話 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啊 那就請教這個偉航囉 可是 但是不只國民黨這樣 讓大家有點傻眼的是 民眾黨也這樣 連黃國昌都講 無私要民進黨 沒有到極點 法學常識不及格 而且不只這個 國民黨不是要提什麼 怎麼將來總統 要到這個立法院來報告 黃國昌也說 這個案子很好 但是呢 要修改得再細緻一點 所以你怎麼看 這個 現在這個國民黨 真的是不是要小心一點 現在這個國民黨的提案 感覺上民眾黨好像都附和上去了 可是這一次呢 國昌老師出來講話 竟然被網友罵翻 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好 我們先把金門這邊的 稍微再補充一下 好 金門的部分 國民黨現在到底要演什麼 阿共在兩會 3月11號閉幕之前 應該不會出太大的變動 在金門上 因為他兩會的主要談話 沒有的話 應該就是定調 至少在3月11號閉幕之前 不會啦 不要再碰 那地方上的人也撤回去了嘛 他也不敗嘛 那就算了 那就滾這樣子 那我們就靜候司法調查 but 人家 要給他pass過 國民黨會讓他過嗎 國民黨現在也是很斟酌阿 他也是斟酌 這個到底要不要追 好不容易弄個專案報告 都在吵枝枝結結 我要先發言他要後發言 每個人各一個發言 那民眾黨就一個人 那不是一定可以 吵枝結結 吵這個也爽 為什麼 希望新聞延續嘛 他如果沒有延續的話 那糟糕那前面不是吵了涼掉 等到3月11號之後 再有一些變動 新聞接不起來 他希望他暖著暖著 但是重點在於 事情有沒有任何進展 沒有啊你要成立吊液小組 其實你真的需要資料 你也可以去吊資料 你也可以所知啦 對啊你可以所知嘛 你去個文就好了嘛 你成立一個吊液小組 專門來研究的話 請問你到底要吊什麼 如果證據已經被壓軸 你能夠看到什麼 不就公開這一些 難道你要去吊海溪人員 那深層八字嗎 莫名其妙啊 你能夠吊的就是這一些啊 那所以他們講說 沒有我們不會吊到違縣的部分 我們會吊河縣的部分 核心部分不就現在這些部分 你不是就是想要去看 人家檢察官押走的那些證據嗎 人家這個辦案中的捐證 你想要去看嘛 他說不是 我不是直接跟地檢署要 我是要去跟海巡署要 海巡署東西交給地檢署啊 那個是辦案證據啊 所以又回歸一個很根本的問題嘛 到底你要這些資料 是要問什麼 能夠嚴重什麼 你的立場是什麼 是不是沒有這些資料 你就沒有立場 那你判亂來你還真差 我只能講就是 怎麼看都是這個船 是有問題的船啊 啊那個翻掉各種激震顯示 你說他從後追撞 我就講不客氣一點啊 那個船體都是非常完整的 對 你是有沒有被撞過啊 你那個毛澤碰一下 塑膠都噴了 船體上面都撞到翻掉了 太玻璃纖維了耶 對 我真的就是 真的這些人從小都生活非常幸福 可能都不是自己開車 不是自己騎車 都是爸爸媽媽載的啊 沒有沒有騎喔 都不要雷船過 對 所以今天 比較薄弱一些 我們祝福他 我們恭喜他 好 再來講到 郭昌老師最近頻頻出手 為什麼 發現梗不夠 所以 現在的狀況就是 黃國昌他會去 讓他變成那個法學變形蟲 喔 不斷的隨時調整 欸 傅寬奇寫的再爛 他還說稍微修一下就可以 這個必須要講齁 他是一直都是那種法學 基本核心價值的捍衛者 但是呢 當他提到這些改革意見的時候 有時候齁 我是真的不知道他為什麼會是突然 軟下來 是不是要爭取國民黨的五十四 過來幫他這個八 但國民黨呢 也是需要這個八 不然不會過半嘛 你達不到五七嘛 你過不了半 所以國民黨也會在那邊跟 黃國昌說 好你的一些東西我要接受 可是黃國昌的國外改革有那個呢 就是不能關說了 這個 國民黨很多人會被擊罪 所以 這個 我不是說這個是不好的 不應該做的 但是 雙方在整合的過程 還沒有說跟民進黨政黨協商 你藍白私下要協商 私下要來喬的時候 我覺得就很多喬不過 而且是當這些論述進入到深水區 我們就要來講這一位 翁曉玲 翁曉玲又來了 翁曉玲又來了 上對下的關係 我們都知道 吃得苦中苦 包圍人上人 翁上人曉玲 一向都是在上面看下面 上人的角度 這個都是比較不一樣 他就認為直接 要去動到類似憲法層次的東西 那才高檔吧 當然很多人說翁曉玲是公法學者 跟黃國昌民事訴訟法學者 跟沈柏陽行訴學者 不一樣 這個是真禍 好 但是呢 其實小弟以前在讀書的時候 也有拜讀過 翁教授翁瑋雲的論文 他是做宗教的這個 政府裡面宗教團體的那種聰明性的 他的研究還蠻雜的 所以翁上人今天又提了好料 他提的就是 中修條文第二條 可以不用動 我們直接把總統的選舉 從一輪決勝相對多數 改成絕對多數 二輪決勝 第一輪相對多的 前兩名進入第二輪 可是正常的人直接看 那先把中修條文第二條 就直接多數就贏了 不是就在第一頁而已 他現在講說 現在少數總統危險 所以第一輪如果總統沒過半 對 但是重點 就要進入第二輪了 最重點就是說 憲法的解釋當然 我們有所有學過法人都知道 憲法的解釋是 人人都可以解釋的 人人都可以解釋 但以大法官的看法為準 大家都可以解釋 沒有說你不准講言論自由 但是你這樣解釋 到底大法官接不住 因為你憲法現在就定了就是多數 但重點在於說 國民黨 我要強調這位翁上人 是國民黨的 他不是民眾黨的 雖然他的有一些行徑 跟民眾黨的 一些feel有點接近 那是因為新科的關係 那原則上他是國民黨 他的這個想法 符印很多國民黨的想法就是 少了柯文哲 這個騙票仔 我們就會贏 進入第二輪 進入第二輪 如果這一次沒有柯文哲 你看我們就可以進入第二輪 那搞不好國民黨就贏了 國民黨 這個順盤打得非常精 然而我們翁上人 長期從事宗教 中立的研究 可能不太熟悉選舉政治的現實 大家還記得我們在一月初的時候 還能夠算民調的時候 我們又不斷的算給大家看 就是雙方氣保到極限的時候 除非柯文哲氣得很乾淨 氣到超級乾淨 才有 侯爾宜才有希望贏 藍而實際上柯文哲不可能氣到那麼乾淨 如果真的柯文哲沒有在選票上的話 這一人可能就不投了 即便柯文哲叫他改投他也不投 好所以啊 就算進入第二輪 侯爾宜也不見得是有希望 對 好這就回歸一個根本 那這一個制度對誰有利 其實就小黨的角度 小黨我們都會推嘛 搞不好你有第二輪的話 我們至少可以玩第一輪嘛 我們第一輪就不用擔心被氣保 我們第一輪投的時候跟立委綁在一起 像我們這種小黨搞不好就這樣綁了 就多上幾席了 因為我們有總統在宣傳 那我第二輪我再去支持其中一個 我們看比較順眼的嘛 好 所以國外有這個制度呢 都是小黨會茁壯 所以國民黨到底在想什麼 他很熱愛小黨嗎 還是單純是數學不好 或者是政治選舉的外行 那我當然站在我們的立場 時代力量的立場 那你最好是過這一個了 沒差 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說 這個是不要 還是毒藥 你們就應該要好好想清楚 而且過了之後 會不會引發憲政危機 上到他法官又被打臉下來 我覺得這些問題層層疊疊 不如回歸根本 你立院的這些糾結 這些議事的問題 這些新科委員提案表態 對於政治認知的不足 是不是自己人好好掀上一些課 不過一群老師怎麼看 翁曉林今天突然提了一個什麼 總統大選的兩輪投票制 剛剛這個偉航一講 原來是因為今年如果真的進入第二輪的話 沒有了柯文哲 國民黨現在還在痴心妄想說 搞不好現在總統就是我們國民黨的侯友誼 那你怎麼看今天這個翁曉林的這個提案 岡偉航講說 還有不少國民黨的立委 這個連署 那另外這個講到國民黨的這個立委提了這個 我們講蠻奇葩的這個法案之外 還有就是當然海巡的這個事情 今天談判又破裂了 而且人家走的時候嗆聲 民進黨後果自負 然後這個這幾天的船也來了 共機也來了 國民黨說你看恐怖 現在在闖入我們的這個海域危險 小心喔這個炸謀一口都被公雞吃掉了 你怎麼看這個他們的說法 翁曉林現在的主張都請清華大學科法所的學生 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還是有在上課 考試的時候考說 中華民國選總統 如果要改成二輪制 請問是否要修改憲法 跟這一個臨時條款報告不用 不要徵修條文不用 你如果答要 那你就零分了 因為翁教授有說不用 那立法委員可不可以把官員免職 可以 你要答可以 要答可以 你如果答不可以 那你也會零分 所以都要特別注意 翁曉林 翁曉林教授的題目 如果考示威題 你原來寫交卷權改成X 你就會及格 第二個 這一個漁船的這個案子 怎麼拖怎麼拖 這一場 中國賣給他全聚中 不會有這個結束的一天 剛才念很多什麼 包括陳學生高精數目 你把這個名字蓋起來 就說你不太容易 看出這句是中國人說的 還是這幾個說的 還是陳學生說的 還是高精數目說的 你會搞不清楚 那搞不清楚的原因是什麼呢 你要看這道立法的報告 要叫做弄准了嘛 撞船案嘛 要成立釣業委員會嘛 能忍就忍嘛 跟管碧琳道歉嘛 這些說法 你不要看說是誰說的 這些說法像不像阿強的說法 阿強說你們的海行主 來弄我們的准了 第一 管碧琳給我道歉 還有人主任什麼 陳玉珍說 那四個官兵 是不是來拚問 把這個家修揮一下 大家都知道 我們的警察去執法 叫那個台獨 研獨犯 槍擊犯 拒絕酒廁 照頭自己去弄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追捕的援警 去把對方揮一下 對啊 不可能嘛 所以這些搞清楚 我們的海行署在執法 全台灣人都要支持我們的海行署 今天如果是金門地元署 我們海行署 當時在執法的時候 違反常理 執法過當 那天再說 那金門地元署 說我們海行署 那幾位官兵 執法過當 跟以前都不一樣 惡行惡狀還是怎麼樣 這個時候 管碧琳做主管管碧琳也要給大家 揮一下 又是插船 如果不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 國民黨的理會 包括高金署 你們整個人到底在說什麼 對 那現在這一場 我把它視為演習 演習 什麼叫演習 這件事情出來之後 你看阿強來金門 談判幾道 十幾道 十五次 成績一直改嘛 跟現在九二公司的照片 跟現在說 不然大家看要怎麼樣 他沒有要處理民事的部分 他也沒有處理行事 民事行事 他都沒有處理 他就是要處理政治而已 要處理政治 希望這件事情繼續燒下去 看台灣各界 他現在這樣看 所有的媒體 怎麼報導這條新聞 所有政論節目 怎麼討論這一題 我們這個節目 來 丁學伟怎麼講 王毅川怎麼講 這個韋航怎麼講 敏寬怎麼講 余將軍怎麼講 來 你們大家都有說 我都看到 高金素媒 表現不錯 這一次排這個案子 這個大家會感謝你 你在台灣的努力 我們都有看到 陳雪生 大家親朋好友 大家都這樣 媽祖 大陸的家 大家有在互互互通友 大家有實際 都是好朋友 雪生 你也表現得不錯 陳雪生 這小螞蟻表現得不錯 大家表現得不錯 所以 我們這個節目 包括立善他那些質詢 現在阿強的國台辦 都有在看 陳雪生 我們立法院直播 他也有在看 我們立法院直播 他也有在看 看什麼人表現得不錯 這就是一個演習 他這台給你一台 你每天都要你三台 他也有在看 他也有在看 我們立法院直播 他也有在看 看什麼人表現了 這就是一個演習 他這台給你一台 你應該給你三台 他人家給你三台 他們三台 圍著我們的海巡署的鑽子 三台魚鑽子 都要洗淋滾 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脫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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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去撞到其中一台 好 你要撞我了 這就是小學生 坐到隔壁有沒有 中尾一條線 手上就說 你不要超過來 你不要來 你不要碰我 沒有 你碰我 不是我碰你 哪有是我碰你 你碰我 就要回這個 對 海上的東西 有辦法控制 那鑽子 那有海浪的 你有可能要把他撞的 過程當中 被他把你撞 因為他的硬 比你更高的時候 就把你撞下去了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現在 什麼雷達 什麼航線的度 現在全都金門地點數 全都掛起來了 就那邊處理就好了 對啊 你現在好 你現在說要成立這個 釣月 小組 我告訴我 自從有成立 什麼釣月小組 釣月委員會以來 從來沒有做過結論 為什麼 因為要釣月都釣不到 就這樣 因為每天要釣的 都是司法案件 你要釣司法案件 那些東西 都是檢查關鍵 是法關鍵 你要怎麼釣 當然也是說 這個司法已經過了 可以解密 可以讓你釣 這個過程當中 哪有可能 讓你釣到的案件 如果要釣就可以 要釣到建議 成立幾個釣月委員會 國昌老師聽好 第一 高峰安 助理會案 釣月委員會 這都可以釣吧 高峰安 第二 楊文科 竹北天坑 釣月委員會 這也可以釣 這都釣灘的 第三 謝國良 東岸廣場 釣月委員會 第二 林芝廟 釣月委員會 要釣大家釣 全部都來釣月 我跟你講 立法院這釣月委員會 要釣嗎 要釣的 都釣不到 你說 你不釣的 不釣的 都可以給你 所以高來的東西 平常是 立法委員 去給政府官員 去給政府部門 法公務員 去給他討論 什麼報告高來 什麼文件高來 可以給你的 就是可以給你 不可以給你的 也是不可以 尤其 這個大話 我們就跟你解釋 說現在如果 立法在進行中 都不可以釣 你不可以釣 你釣不得了 你釣一個小組 跟一個小組長 跟一個副小組長 大家都有頭銜 不得了 問題是你去釣的時候 你要討論的東西 如果是檢查官 還是法官 他們都不夠給你 因為正在進行中 所以這整個看起來 阿強似乎沒有讓這一場戲 全劇中 第一季結束 可能要跟你開第二季 這個影集繼續看下去 但是國內這些立委 千萬不要跟著負荷 你如果跟著負荷 我們在買海巡署 如果買我們的政府官員 到最後 到最後我們這些虛民 台灣的虛民 金門的虛民 媽祖的虛民 看到這裡國民黨的立委 這樣撞就對了 到我來說 奇怪 他們早來我們這裡 抓魚子來我們這裡招數 我們的政府現在海巡署 大家都撞起來 以後都不敢去執法 對我們的虛民都不公平 對 不過這個老共為什麼 現在看起來態度那麼強硬 因為還要繼續鬧事 他們的船 共機 還要繼續的 他們現在說 已經沒有海峽中線了 但是其實不只是這件事情 這個中國希望把這個事件擴大 而且對於台灣的滲透 真的也無孔不入 像未來很可能會成為台灣 新地標的這個臺北天空塔 現在就傳出來 這個金銀權可能落入中資的手中 不說 還可能已經被掏空了 沒有錯 今天最新的一個媒體消息 台北的天空卡 遭中資掏空十億元 這個天空卡很奇怪 六年總共換了三任的董座 我問各位 中共一間公司靜靜當當 有需要當事長一直換嗎 那為什麼一直換董座呢 因為貸款換來換去 背後的投資官司千絲萬縷 就是說到底是誰來投資 第一層子公司第二層孫公司 第三層的最後的公司 整個交叉很複雜 所以現在連銀行團都收不出 所謂的背後的投資關係 千絲萬縷 但千絲萬縷最大的一個麻煩 是現在中資的一個代表 直接登堂入室了 這個是今天後面媒體的一個追蹤 好天空塔的部分的話 我們先放一邊 我們再把三五漁船先放一次 三五漁船經過十五次的一個協商 破局完之後 目前他們的談判代表說 沒有必要繼續留在金門了 他們就撤回去 撤回去就撤回去 當天他先戴耳機 戴了耳機之後 他說話非常緩慢 如後面有人在下指導期一班 結果最後面最後面成長戲 其實各位就這幾個字 中方的代表團就嗆說 後果你們民進黨自己負責 但這件事情仔細來看 目前就到全州國台辦 國家國台 政府審籍國台 地方審籍國台 所以目前來說的話 再跟各位說 全州國台辦其實的官不大 真的不大 回頭來看 這次目前整個兩會陸陸續續的開 包括了人大包括了政協 人大政協一開幕 當然總理的工作報告 就一定要說 總理的工作報告熱露燈 結果又起舞 你知道嗎 外國的記者 他們還彼此互相確認說 你確定嗎 我怎麼這個字 翻譯說翻譯翻譯很多次 你知道這個字是什麼嗎 這個字叫做過緊日子 過緊日子的意思是什麼呢 過緊日子的意思就是說以後該花才花 要謹守財政紀律對不對 這句話講七次 所以外國記者說 你到底有沒有聽錯啊 他說我們沒有聽錯啊 然後中方的部分的話也有 能審則審喔 結果過緊日子 講了七次之後 你知道這次上升最多是什麼嗎 國防預算 國防預算還是上漲7%喔 那各位每年上漲7% 讓今年中國的整個國防預算 已經來到了1.67兆人民幣 這個數字跟俄羅斯一模一樣 俄羅斯現在在打仗 中國的現在 包括陸海空軍總共220萬大軍 一年要花1.67兆人民幣 各位你把它乘以4.5 這個幾乎是台灣全國的預算 各位接近四倍 好再來看喔 在整個中共一直在談喔 金門事件的時候 他們一直要把驚嚇內海化 把台海內海化對不對 現在美國跟你說不行 那為什麼不行呢 我們來看喔 從金門事件到中國兩會的一個召開 這次的第七艦隊特別早 今天的時間是3月6號 第七艦隊的分恩號呢 這次特別由南到北 通過台灣海峽 通過台灣海峽的時候呢 他就靜靜的走過去就好了喔 不行 走過去是一個形式 重點是新聞稿 新聞稿當中就說了喔 所有的國家 都享有高度的自由航行 這個是指海上的 還有自由飛躍權 最後還有一句話 還有公海的使用權 但這件事情其實非常有趣 為什麼呢 因為分恩號在前面跑 解放軍在後面跟 然後呢我們台灣的軍艦 就在右方 就在右方 也在整個跟尖 所以呢就形成了 大家在那邊排排站 重點是在於 中國說台灣海峽是我的內海 美國說不是 這個叫公海 然後我們台灣呢 當然要站在防衛的一個立場 而且分恩號不只來了 我還故意發新明新聞稿 告訴你中國我來了 沒有他要跟你說這三個嘛 第一個 自由航行權 飛躍權跟公海的一個使用權 這個當中 這個是有法律的一個層面站的 但最近有好多事情 大家看不懂了 為什麼呢 李強的總理政府報告當中呢 談了幾件事情 他第一個他就說 第一個要發債一兆的人民幣 第二個各位放心 我們經濟絕對成長會保護 最後一面一句話 大家聽不懂了 發生什麼事呢 開會非常的煩悶 而且非常的冗長 但習近平說了 我們要用新型的經濟模式 跟薪質生產力 來為中國創造未來的經濟模式 我聽不懂 什麼叫做新型的經濟模型 什麼叫做薪質的一個生產力 這句話到現在 各位講完之後全世界都在追 全世界都在追喔 你說幾步說得漏漏長 因為這個會議很漏長嘛 他要開一個多禮拜 可是到底你這內容是什麼 沒有講 完全都沒有講 而且這次人大當中出現了一個人 這個人特別搶眼 這個人是誰呢 這個人叫樓琴簡 他是一個人大的一個發言人 為什麼他這麼搶戲呢 第一件事情 大家都在問秦剛跟李尚福到哪裡去 對不對 他到哪裡去他沒說 但各位 因為他是人大的發言人 李尚福他雖然是中國的 過去的國防部長 但他是人大代表 他這是第一個人大代表被拔權拔關 所以第一個 他先確定的李尚福不是人大代表 這第一件事情 所以開會前就說了李尚福不會來 他現在不是人大代表 然後在開會的第一天 讓全世界大家嘩然 當天又齊的節目有跟各位說的 通常在整個兩會開完之後 最重要叫做總理記者會 總理記者會坎坎而談 談完要接受國際記者的一個訪問 對不對 今年取消 今年就直接取消了 以後據說也取消了 我跟各位說過嘛 就習近平說了算 習近平講一次 你講再念一遍 各位不是覺得很累嗎 這樣是真的很累的啊 但這是北京好玩啊 而且我跟你說 現在習近平據傳怕政變 也怕暗殺 所以這個叫進京政 進京政叫六環內 六環內就是說 你要進去整個北京對不對 如果你不是北京當地人 你是外地人突然間要來 你要辦這張進京政 這個叫六環內 六環內 但現在還有更有趣的 現在在四環裡內呢 每80公尺到100公尺 固定有一個大爺或一個大媽 就站著喔 就站著喔 這種天氣目前在北京 其實天氣還蠻冷喔 24小時沒有退 各位他不用軍人站崗喔 他用大爺跟大媽 各位他就這樣看著你喔 根本就知道現在習近平怕到多怕了 但這次的總理工作報告當中 第一個他有強調喔 反台獨 第二個他把整個和平跟統一 各位拆開了 把它拆開了 過去提的叫和平統一喔 現在是和平在前面 統一在後面 那這次呢 很多人就在看金門事件 為什麼呢 目前對於台灣來說的話 過去有所謂的統獨問題 但現在呢 中國他把整個獨的定義往上拉 台獨也是獨 華獨也是獨 不聽話就是獨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呢 多數的台灣人現在的選擇叫做 永遠保持現狀 嗯 什麼叫永遠保持現狀呢 你是你啊 我是我啊 我們講我們的 你們講你們的 這個是目前的一個看法 但這次的金門事件 會不會成的維持現狀的最大破口 是第一件事情喔 但習近平講完之後 最後面這句還是 中國堅定不移 推進 祖國統一大業 對於習近平來說 他腦海中還是有個夢啊 嗯 他如果要超越毛澤東 他要把台灣給拿回來 但現在 他趁正自己的金量 到底有沒有這個實力呢 目前來看 應該是沒有的 好不過敏鑽剛才提到了 中國今年的軍費呢 不但又增加了7% 而且在國務院的報告裡面呢 是知字不提和平統一四個字 甚至還強調呢 未來呢 要這個堅決 堅定的這個推進 祖國統一的大業 所以這樣的這個報告呢 也引發了美日的關注 而且還引發了美日 對於台海情勢的擔憂 再加上最近海巡的爭議 然後呢 中國的海警船 無人航母都來了 這個一副故意要闖進 我們禁制水域的樣子 就要請教將軍了啦 這到底是真有底氣 要改變現狀呢 還是老共又在虛張聲勢 如果我們料敵從寬來講 這不懷好意了 絕對不懷好意 每年7%欸 對啊 你看每年都7% 到現在7.2% 每年7% 他的成長幅度很可怕 然後已經到達了 1.67萬兆人民幣 應該已經快超越俄羅斯了 誇張喔 而且俄羅斯現在是在交戰國 正在打仗的國家 他的國防預算 已經跟俄羅斯已經差不多了 所以你就知道在幹嘛 俄羅斯因為打仗 稅才付出這麼多 請問中國有在作戰嗎 沒有 對啊 為什麼要編這麼高的人民幣呢 每年都成長呢 因為再不編那個不夠分 不夠分啊 對對對 那個中國的解放軍薪水並不高 但是呢 他的孩子都可以出國去念書 太太都在國外置產 對耶 為什麼呢 為什麼 因為油水多嗎 如果每年沒有7%以上的成長 那怎麼辦啊 要分的人多 預算那麼點點怎麼夠分啊 對 所以說他成長 其實百分之 大概30左右 是入了高官的口袋了 合理 對 所以說他的成長 我們要把它減掉三分之一 是他真正的 那這個真正成長可怕 還是蠻可怕 還是可怕 即使減掉三分之一 還是很可怕 然後他把和平拿掉 為什麼要把和平 統一的和平拿掉 如果和平不拿掉 有什麼理由增加經費 欸 對啊 你又不打仗 對 對不對 你面對台灣 老是叫國台灣 國台辦去賺錢 變了這麼多 對台優惠 台灣還不是一樣 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他就說不行 我們鷹派要抬頭 和平要拿掉 那就是你大家覺得 共產黨如果 在他的這個兩會裡面 提到和平 你會很安心嗎 不會安心啊 也不會安心啊 共產黨講話 中共講話 什麼時候有過信用 對 國民黨最了解了 國民黨最了解了 對不對 吃了多少虧啊 蔣中正下台 我們就可以談 蔣中正下台 就過長江了 那不就完了嗎 共產黨不能相信 所以他講和平也好 他不講和平也好 我們對於建軍備戰 還有全國人民的心防 不能放鬆 那只是他不講和平 兩個字以後 我們要更加注意 那麼中國的國務院總理李強 他有新的職務了 他完全接受甩鍋 他的最大的用處就是 習近平揹黑鍋的唯一人選 你如果敢反抗 如果你敢說不 你就跟 比你多一個字的李克強一樣 你就會被消失 所以李強心裡想 哎呀那我還是揹鍋好了 對啊明哲保身 至少我還可以安享天年 得到善終啊 所以他說 新的一年 我們要加強煉兵備戰 統州推進軍事鬥爭的準備 奪鷹派啊 對不對奪鷹派 為什麼這麼鷹派 因為經濟做不好啊 對不對李強 所以要搞軍事鬥爭啊 國務院總理欸 國務院總理經濟做不好 多大的這個罪過啊 我不談經濟 談什麼經濟 做好軍事鬥爭 煉兵備戰 反正不要賺錢 花就對了 錢不夠從人民身上刮嘛 收嘛 就是如此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和九二共識 我一直想不通 請問你有問題嗎 中國的九二共識到底是什麼 對就是沒有共識 然後這時候堅定不移的推進 祖國的統一大業 刪除和平統一 所以嚇死人啊 嚇死人啊 對不對 我不講和平喔 不講和平先把國台辦裁掉 對不對 不講和平統戰部先裁掉 他不會裁掉的啦 他永遠不會裁掉的 不是講 不是不講和平統一了 反而還講什麼 要軍事鬥爭 對 中國就是這樣 我越狠 你就要越怕 你越不怕 我就越軟 就是這樣 對付中國 跟對付鬼一樣啦 你不怕鬼 鬼就要怕你啦 你如果怕鬼 鬼就一直嚇你啦 中國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的國防務所 邱國正說 他說沒有和平統一 這被刪掉以後 我們不希望最後搞到軍事面對 大家都希望和平也不會 刻意的席高軍費跟中國競爭 武力的競爭 要看國家的國力財力 這樣做軍備競爭 是比不完的 邱國正意思就是說 我沒有跟你競爭啦 可是你要打我 你要付出代價 我直接幫他解讀啦 但是因為他是國防部長 我不是嘛 所以我可以說 邱國正你不要說 我幫你講 就是告訴你 不管你有沒有和平 台灣我們的國軍 都會努力的建軍備戰 我不希望跟你打 可是你要打我 我絕對讓你付出代價 李強聽到了嗎 雖然你是被甩鍋的 可是我還是對你講 然後日本 其實日本人講得很務實 我覺得日本說得很務實 日本的內閣官房長官林方正 他就直接講啦 中國在欠缺什麼 欠缺透明度 大範圍的急迫 讓軍事力量增強 就是 我變這麼多錢 做什麼 誰知道 不要說我們不知道 日本不知道 我告訴你 連習近平都不知道 下一個人 前日本官房長官 柳澤邪二就說啦 他說 不要隨便說 日本將介入台海的衝突 不要隨便假設 不要隨便假設 因為什麼 沒有誰介入誰 沒有誰幫誰 是我們互相幫忙 自己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才能安全 所以說 不介入 人在日本的選項之內 就是我不會隨便介入 對不對 台灣一受攻擊 日本就來了 比國軍到的還快 這像花嗎 要自助才能人助 自救才能人救 他也就是這樣 在日本的選項以內 如果以兵退結果看 如果台海開戰 美國會很慘喔 對 日本傷亡慘重喔 那當然台灣也很慘 那我告訴你 還有一點他沒有講完 中國更慘 對 如果發生了台海的衝突 在日本 美國台灣一起 抵抗中國的狀況之下 中國解放軍的這個海軍 會打回石器時代 沒有動力 全部用講在華 打回石器時代 所以大家都很重要 大家守好自己的責任區 就對了 美國呢 那美國就想說 你放心 我們不會拋棄盟友 包含日本包含台灣 包含澳大利亞 包含菲律賓 印太戰略的盟友 我一個都不會放棄 他就證明了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在3月5號的時候 發布新聞稿 博克級的驅逐艦 約翰分恩號 玄號113 從台灣海峽的南部 由南向北穿過 那穿過是很有意思 你知道為什麼嗎 後面跟著解放軍 解放軍就跟著 為什麼 解放軍說這是我的海域 那擋他前面啊 他不敢擋 他不敢擋 因為自由航行權 我覺得中國還沒有本事 要跟美國正面開戰 正式 所以我就跟在後面 他就可以跟小粉紅講 美國的這艘船 我全程監控啊 跟在後面 然後呢台灣 我們的船也跟在側面 就是一艘美國的 博克級驅逐艦 經過中國的船 台灣的船全程監控 為什麼第一個 不能讓主權 美國來了 中國來了 那我一定要到 萬一美國走 中國跑進來了 對沒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到 最後我講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講說 這個現在中國的兩岸 沒有 中國不承認兩岸 也更不承認 有這個海峽中線 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他請北京 你不要再從軍事外交 經濟上對台灣來施壓 而與台灣發展 有意義的對話 不要再透過武力 要透過和平的方式解決 所以美國希望你和平嘛 所以美國的驅逐艦來這邊幹什麼 希望維護和平 最後我告訴大家 美國跨黨派的議員 在3月5號提了一個很重要的議案 就是如果中國敢對台灣動武 那我們在半年之前 就要解除美中的關稅協定 不優惠了 不優惠了 對不對 如果你要破壞和平 我對你就不優惠了 這一招對俄羅斯也在做 對俄羅斯也在做 中國的經濟雪上加瘡 你不要為了這個一時的嘴快 為了一時 想要覺得很開心 而讓整體的台海的和平受到挑戰 因為你挑戰的不是台灣而已 你挑戰的是日本 你挑戰的是美國 你挑戰的是菲律賓 你挑戰的是整個印太戰略上面的盟友 所以我講台灣不大 有朋友跟自由民主的陣營站在一起 才會充分的表現出台灣的價值 好 利用我們來看 基隆市東岸廣場的爭議 現在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為什麼呢 包括了到底是誰指揮警方夜行內置的 結果謝國良竟然說 是交通處提出說希望行政協助的 交通處叫得動這些警察嗎 來做這種事嗎 然後這個所以有議員就痛批說 這個謝國良已經開始要切割了嗎 為什麼呢 因為後來爆出來 這個行動 基隆市警察局長竟然不知道 那謝國良也說 我只參加會議 我沒有指揮 那到底誰下的令呢 所以議員很生氣 那到底誰下令的呢 是這個遠景自己吃飽 閒著沒事幹嗎 好 那另外呢 則是這個前幾天 不是基隆市政府掛了一個看板 這個痛批民進黨的政國會 指控這個微風廣場 這個說什麼只有一千五百萬嗎 然後結果登了這廣告之後 現在在 昨天在這個基隆市議會 臨時會議員的逼問之下 謝國良認了 其實這個是市府出的錢 其實根本就打臉 這個藍營的立委林佩祥 一個禮拜前說 不是說是市長自掏腰包的嗎 而且更好笑的是呢 鬧出了這麼多的風波之後呢 這個青藍媒體還爆料 說謝國良因此這個地方首長 口碑排名衝上第四名 可是是沒有看到負評四十二趴 正面聲量只有十一趴嗎 竟然這個青藍的這個學者還說 這個事情鬧越大越好 為什麼呢 有助提升藍軍勢力 士氣幫助團結 而且更好笑的是 如果真的可以提升藍軍勢氣的話 為什麼謝國良要怕到 還要拼命去辦市政說明會 而且給這個基隆市民吃得很鬧呢 想要買通基隆市民洗白自己嗎 來我們來看這些狀況 一碗大飯大麵炒一碗貢丸湯 再配上海帶豆干 岸醇蛋等滷味 彷彿實現小食自由 以小食角度來看有夠澎湃 這美食是基隆市政府首場 市政說明會的特別點心 基隆市議員張志豪把照片 鋪上社群引起質疑會不會太過豐盛 更把它戲稱為國良套餐 有人預估這套餐 起碼超過一百元或一百五十元 疑似是有安樂區公所買單 人情卻是做給謝國良的市政說明會 市政會讓大家都來猜聽聽 然後了解看看這樣 原以為謝國良會向市民解釋 東岸商場的招標案 但聽完整整一個小時 都在介紹市政結果 讓民眾大失所望 這個益川老師 吃那麼好 市民就會覺得市長好棒棒 市長就會洗白了嗎 而且如果真的這麼有效 為什麼今天還傳出來說 什麼市長打算要推動罷免議長 這怎麼回事 這國民黨不是要推說 藐視國會罪嗎 那要不要推一個藐視議會 這個國民黨立委 要不要出來講一下 你怎麼看這樣的狀況 欸這個謝國良出頭有夠多 會不會事情越來越大條 謝國良不是說要請我吃滷肉飯 為什麼我都沒拿到 沒吃到 你怎麼沒吃到 一顆魚丸都沒有 要說謊 謝國良這樣就是這樣 一般可以說的 要點紅形 國語叫做要出風頭 點紅形 有勇無謀 有勇無謀 第三個方槍走板 怎麼有人自己說 自己去聽一個 說什麼交通處 要去衝商場 去聽簡報 然後聽完簡報 沒有決策 都沒有決定 也沒有派辦定案 交通處 警察叫下去衝 哪有可能啦 對不對 他去摸這個 第二 晚上10點 11點一個市長 自己在直播 不可能嘛 還自己創手機 在直播 直播就像這樣 還在對 沒有人這樣 沒有人這樣 做市長 沒有人這樣摸的 市長 你這個基隆市長 他是一個名氣 一個機器 你不能說 你教他怎麼樣 就怎麼樣 所以不知道有人說 沒有人這樣 到底是怎麼樣 沒有人自己在直播 第三 通知機器 要開機器 SNG 人家全都敗了 去那裡說 我沒吸毒 這叫方槍走板 就是 謊報數字 說謊報數字 我們說 固定鐵已經15萬 其他又加工 他很不爽 他說哪有可能 我們這有六千幾萬 六千幾萬 那就是那塊 我們跟他說那塊 那塊槍棒 那塊槍棒說 1920萬每年 也不是每年 那是你 威風自己玩玩的 炒端 你借過兩隊 他就會炒端 也七年而已 也沒有二十年 那塊槍棒 這塊槍棒掛出來 掛出來 掛出來不是說 這槍棒三十錢 因為他會比較感謝 基隆市政府廣告 對啊 結果林沛翔的 雞牛 現在立委 他跳出來說 沒有啦 市長自己開的 那不是公堂 因為我們跟他說 你怎麼拿 基隆市政府的這個錢 在做這種什麼 政治上的這種 不管是競爭 鬥爭 批判就對了 他說 議委說沒有啦 謝國良自己打賣 不敢說市政府 公堂 那個議長 通知委 說來來來 公堂 來 哪一個局處 來 哪一個局處 沒有人去唱 這條要出包 要出包 謝國良你這條 很困難 這條你開的 你開的沒問題 你開的沒問題 優秀的 努秀的 努秀市政府廣告 廠商物質 以為是市政府要做 其實是 市政府要做 市長自己花錢 這樣就沒問題 你講說市政府要花 市政府每花一條錢 這條一定沒有採購的 就九十萬塊以下 直接給人去做 問題要開這條日進行 一定有一個千層 一定有一個最基層的 五十多的 簽一個公文 簽一個公文 來 我們要做這個海報 做這個看板 多少錢 我們去估價估完 稍有割長 稍有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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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長覺醒說 好給他花下去 反正我們有預算 這個公文一定在這一張掛之前 對啊 你現在要加不上 現在每一個申班 都要押二支 你現在還加不上 你現在加了會叫違照文書 你如果沒有股价 都沒有股价 也沒有補這張掛 你就掛上去 這樣違反採購程序 那公文人員也有事 送去電路也有事 所以我跟你說 謝國良這條你要做 你最好出來說這條我腳的 廠商物質 你不能再撒下下公文人員 這會再出事 所以這幾天 今天也傳出來說什麼 謝國良說要罷免議長 市長說要罷免議長 這個議長 這個統治委 這個議長 他是議長 議長就是 會議順利進 像韓國的一樣 韓國現在也沒有偏袒 任何人 對啊 但是立委說的和陷 也是說來暫停 大家互相尊重 其實是這樣 他說要罷免這個統治委 那統治委的罷免書都出來了 罷免書也出來了 說去叫惡性的 這些分社的 他們有什麼 各個分社嘛 信用合作社 各個分行 說叫幹部 一個人要簽四張 都錄音了 都有人錄音就對了 簽四張 還有錄音 簽四張出來之後 說今天要罷免 謝國良出來說 他說沒有啦 我哪有要罷免 我要罷免議長 議長人很好啦 我們最近還在 在協調這些事情 議長人很好 沒有要罷免 沒有要罷免 這不是嚇一條 東岸三長一天 影響的事情一樣嗎 錄音檔是怎麼回事 我有聽過 他只是交通處長 一時衝動 就帶警察招去撞 你這個惡性 任何人 如果查出說來 謝國良 惡性在開這條 你有在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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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坐在那裡喔 你也坐在那裡喔 你也坐在那裡 因為說 我可能有聽到 或是沒聽到 我也不會去操 喔 我也沒有指揮 要去罷免喔 人家的熱情 什麼 今天謝國良說 一句話說 希望啊 雙方的政黨啊 各自回去安撫 支持者的情緒 要罷免謝國良這條 跟民進黨發動的 不是嘛 民進黨發動 罷免謝國良 要做什麼 我就等你時間到 要選一道 你要任何一道 再給你用就好了 我現在吃八十元 我要給你發罷免 你自己說 你們自己去發動 要罷免 不及同志委 把罷免四個議員 四個議員 四個議員 那就是有一個 上面選不住的 或是怎樣 心裡不爽 要罷免 這些事情都雞母 謝國良 你好好的回歸市政 你不要多雞肉 然後你不要私心自用 你也不能自己 跳進來這一個風暴裡頭 因為你這樣 對你自己也都很不好 你連哨輕狂 一時衝動 自己跳進來 跳進來 現在你要收起來 你現在就不行 繼續努下去 尤其你今天 要罷免議長 這個 這好作用力很大 對啊 市長罷免 推動罷免議長 什麼狀況啊 這個議長 沒有做什麼 壞事 這個議長 自從做議長 都坐在那裡 敲鎖韓國的一樣 韓國的 你看韓國的 這兩國也沒有做什麼 沒有人要罷免韓國 所以我說 你若若市國會 要去拐 謝國良先拐 對 所以這一種 謝國良 他如果還要繼續努 我說 加西隆市 加議員 絕對奉陪到底 你若點點 這事情這樣 都給我事發去 改割 謝國良就可以 脫離這一個風暴 你不要傻傻的 已經要跳出來 這個颱風已經 已經要離開了 你自己再跳進去 繼續咬進去 到最後 你會很慘 我告訴你 不過江英怎麼看 這個 東岸廣場的爭議 這個謝國良的處理 他的危機處理 真的是越來越走中 人家講 當家不鬧事 謝國良現在已經選舉完了 他現在是基隆市的市長 基隆市是歸 成敗與否歸你 榮耀與否也歸你 當家不鬧事 你有在做危機處理嗎 我覺得謝國良在製造危機 還製造危機 本來沒有這個事 本來無遺物 何處惹塵埃 他搞得到處是塵埃 天天開記者會 天天開記者會 而且那個炮火試射亂打 到處亂打 我先講 這個Net的事情 本來是一個法律案件 就是Net跟基隆市政府之間 可能有產權移轉 或是合約的問題 這是個法律案件 法律案件 法律解決嘛 要當市長 不要怕被告 我跟你講哪個當市長的 身上部背點官司 只要你站得住腳 官司去走嘛 那我看謝國良是很怕 他非常怕非常怕 那Net一告他覺得不得了 所以趕快把法律的事件 用政治的方式解決 這叫解除危機嗎 不對 這叫做一個事情沒解決 另外製造好幾個危機 先從他派了警方夜席Net說起 這可以嗎 我們今天租一個房子給人家 說我不租你了 那我們走合約嘛 你不走對不對 我叫警察去把你的鎖撬開 把裡面東西全部點交 哪個房東敢這樣做 沒有人敢這樣做 沒有人敢這樣做 如果在官司法院沒有判定之前 你不可能去侵入他的私有財產 所以為什麼Net告他強盜 那這一段謝國良剛才只是講說 我們好好談 沒關係 可是發現不對 我不應該對Net 我要對林佑昌 對不對 對Net就陷入了法律糾紛了 我要對林佑昌 我要搞一個政治風暴 所以他打林佑昌 然後人家說 你先不要講管林佑昌如何 這個警察是米派的 沒有 我只是經過 我完全不知道 我只有跟著他們一起開會 對 我沒說什麼 我開會 不知道他要警察要去Net 這像話嗎 對啊 這像話嗎 結果警察局長也不知道 誰叫他們去的 警察局長不知道 基隆市長不知道 說不下沒下令 能夠指揮警察的 就基隆市長跟基隆市警察局局長 還有第三個可以指揮警察嗎 對 而且是分局長帶隊 指揮不動 你只有市長跟警察局局長 可以調動警力 中央不會去動你基隆 又不是什麼重大刑案 不會動你基隆 就算要動你基隆 也會跟你市長說 所以這兩個有警察指揮權的人 調度權的人都不知道 那這群警察是做什麼 那天晚上突然間集體睡不著 突然間失眠 全部都跑到東岸廣場去那邊 這個開夜間集會 開夜空趴嗎 這不是笑話 所以這第一點講不通 講不通 一般來講講不通 我就把它講得非常的有條理 說服所有人 這要解除危機 講不通翻頁過去了 別講 我們再來開一個戰場 再開一個戰場 我就告訴你啊 那個看板 不是市府的錢 是我自己的錢 這不是謝國良講的 這是他們同黨的立委說的 後來現在說沒有啦 是我的錢 是我的政府的錢 是基隆市的錢 是基隆市政府的錢 對 那基隆市政府的錢 用公家的廣告 來打私人的這個政治意圖 像話嗎 公家編的預算 是不是要宣揚基隆市的好 宣揚基隆市的政策 宣揚基隆市的一切 所謂的施政理念 你怎麼用來減速政敵啊 他下面直接指著 民進黨的政國會 你執政黨 基隆的執政黨 在修理基隆的在野議員 這不是很怪 這不是很奇怪 然後更奇怪 他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我覺得很奇怪 都沒什麼 在謝國良身上 還有更奇怪的事情發生 哪個議員修理市 最早就罷免你 還罷免議員 罷免議長 我實在是傻眼 議員他的天職 就是監督市府 每一筆預算 每一分錢 都要用在刀口上 這是議員的天職啊 議員有質詢權 議員有預算 還有重大政策的審查權 議員還有一個 非常重要的權利 叫做監督 對 這都是議員該做的啊 議員沒有做這三件事情 議員才失職耶 那這幾個議員 這麼努力在監督市府 針對東岸廣場 他一筆一筆 抽絲剝繭的去比較 這下次 這不能問嗎 你都跟 你都登廣告給大家看了 是啊 這下次 選票會增高耶 你不但沒有表揚他 還要罷免他 而且罷免他是誰 是被監督的人 那以後誰敢監督啊 而且你登這個廣告 不就是叫大家來評評理嗎 對對對 為什麼基隆市議員 我不能質疑啊 當然可以質疑啊 對啊 基隆市議員不但可以質疑 市府在這個簽約上的瑕疵 可以質疑警察派遣的瑕疵 連這一份 連這一份廣告都可以質疑 對 你為什麼用公帑 因為你花的是公帑啊 因為這些公帑是誰 是基隆市議員 一筆一筆審查通過的 我審查通過 每一筆都有用圖別 有哪一筆說可以讓市長來說明 你的政治糾紛啊 沒有啊 對 所以市議員來這個監督 非常合理 不監督才要罷免 那現在不對 你找我市長麻煩 所以呢 我們要發動罷免 然後謝國長說 又一次了 我完全不知道 就跟上次派警察一樣 我只是路過 我完全不知道 誰要罷免 我搞不清楚 兩黨冷靜 我們要和氣的解決事情 跳出來是誰 基隆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的主委 我幹的 都是我 你們不要再欺負市長 再欺負我就要罷免你們 我當過黨部主委啊 我當過黨部主委 黨部主委不會做這種事 黨部主委的責任是什麼 發展組織 然後團結所有的黨員 然後提出施政的參考 這是黨部也有的事啊 黨部沒有在罷免人的 黨部沒有主動發展一個 所謂罷免的活動 去罷免這個對手的議員 沒有 我當了三年多的主委 沒有這一項 即使有人要罷免 我都跟他講說對不起 因為這由黨來做不妥 應該是由社團 民間人民自主來發起 沒錯 怎麼會是黨部來發起 朱立倫不要管一下 朱立倫不要光極的財皇復興 這要不要管一下 而且說 而且最好笑是藍營學者來說 這是提升藍軍士氣 現在沒選舉提升士氣幹嘛 這藍營學者一定是很討厭朱立倫 或很討厭國民黨 偽裝的 這一定反串 這一定反串 這都是負面聲量 對啊 市長對於簽約搞不清楚 對不對 問你說這個東岸的停車場的案子 有問題 你說沒有啊 成績轉運站也有問題 成績轉運站是採購案 這個是促餐案 沒錯 那所以說這樣子 市長搞不清楚 連採購案跟促餐案都搞不清楚 這樣對國民黨的士氣有幫助 真的 所以說拔蠟比蘋果 對對對 反正拔蠟也是水果 蘋果也是水果 都是說可以吃嘛 所以說這樣子對國民黨的士氣有幫助 這學者反串的啦 反串 對 他說我告訴你 正聲量是聲量 負聲量也是聲量 總比沒有聲量好 這在害死國民黨 不過沒關係 那就再害慘一點 你就再鬧大一點 再鬧大一點 所以我才說 國民黨不要為了聲量 而炒作一些似是而非 甚至當家鬧事 帶頭鬧事 然後在整個市議會裡面 你不是在藐視市議會嗎 市議員對你檢舉 你那個不屑的樣子 我覺得這真的是 立法院先不要提什麼藐視國會 一併修法 市議會藐視一起抓起來 對啊 對不對 你這藐視嘛 你完全講不清楚 還說我今天來 放心 今天不講東安提政黨的事 我講別的 我們先吃滷肉飯跟滷蛋 有這種事嗎 所以我才講 這件事情連國民黨自身的黨功 都看不下去 都不知道謝國良在幹什麼 謝國良在鬧什麼 謝國良到底要爭取什麼 一兩個禮拜出來這麼大的事 請問謝國良在爭取什麼 他只有說沒有啦 因為維豐到基隆來 基隆會有榮譽感 會有榮耀感 維豐是不錯的公司 可是維豐絕大多數都是在松山台北 然後他的一些美食廣場 有進哪裡 有進三軍總醫院 有進很多醫院來做這個美食廣場 除了維豐以外 基隆沒有榮耀了嗎 基隆是靠建設 讓建設的基隆 讓基隆人覺得我升級了 而不是找一家特定有招牌的百貨公司 或者是美食街進駐 所以我說謝國良的想法跟看法 跌破了所有人的三觀 那我也希望謝國良稍微醒一醒 對 希望要醒一醒 不要用這種方式來治理基隆 畢竟基隆人當時選了你當市長 除了勾勾勾沒有拿到之外 希望你給基隆人一點榮耀 讓基隆覺得任何朋友到了基隆 我可以有一個地方帶他去看 帶他去走 而不是基隆的任何地方 都從很好到了你手上以後 錢多的不得標 錢少的得標 我多給你錢不行 多給我錢一定有鬼 一定偷工減料 所以我拿錢少的 這個邏輯說句實話 這最有力標是對誰最有力 錢給的越少 對廠商最有力吧 對啊 你多的權利金給基隆市政府 基隆市政府有利 人民才會獲利 沒錯 所以我才說謝國良 稍微稍微回想一下 你當市長當時的初衷是什麼 造福基隆為人民著想 而不是鬥倒政敵 把自己的聲量衝高 這樣子你會害死你的政黨 另外我們來看 接下來民眾黨 會被柯文哲害慘嗎 怎麼有這個可能呢 因為柯文哲突然喊說 2026他有一個N加1的戰略 然後要遍地開花 沒有想到民眾黨 馬上基層大反彈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為什麼這個柯文哲說要 這個遍地開花 這個前立委沈富雄說 因為柯文哲早就沒有把 這個國民黨放在眼裡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日前 在接受這個網路節目 訪問的時候 他就講說他承認 這次他選舉是失敗了 而且說 而且被問到這個六點五點 公司叫你再簽你簽不簽 他秒回 我覺得不會簽 那就表示未來也沒什麼 藍白河的空間了 所以就算2028有藍白河 在柯文哲的眼裡 跟陳佩琦的發文來看 做負的柯文哲也不會簽 他就是一定要做證的 那你國民黨願意嗎 而且柯文哲還講 四年後的柯文哲會更強 而且還講強到民進黨 花兩百億都沒有用 我會成為民進黨更強的這個對手 這就表示柯文哲 眼中潛在對手 已經是民進黨 他有提到國民黨沒有 他根本沒把國民黨放在眼裡嗎 已經把國民黨 視為理所當然的老三了嗎 所以這個 國民黨的這個立委們 其實這一次在召委選舉裡面 是不是就已經看出來了 所以徐曉星才講嗎 不能再給藍營選民 藍白河錯誤的期待 說比方會讓召委 如果表決的時候 民眾黨又跟國民黨 沒有站在同一個陣線 國民黨支持者 會不會更憤怒 但是秒囉 民眾黨的這個立委 林國成跟張祺凱 最近都提到了 其實二零二六藍白 在縣市長的部分 可以合作啊 那有一些地方 搞不好談一談 我們民眾黨 國民黨可以理讓我們選 選縣市長 真的有這個可能嗎 好那柯文哲 喊出了二零二六要N加一 什麼叫N加一 他說這個叫勇敢提名 N加一 目前如果有民眾黨的議員 這個區域 那就再給他加一息出來選 那沒有民眾黨議員的區域 也勇敢給他提名一席 那民眾黨前文宣部主任柯玉安就說呢 這個柯文哲說法出來之後呢 這個坦白講啦 一般政論節目也覺得沒什麼 但是民眾黨十四期現任議員 整個大炸鍋 氣得要死啊 反對啊 好那在柯文哲口中的這個民眾黨地方軍閥 臺中市黨部主委 江和樹第一個挑出來 國民兩黨不是塑膠啊 不要忘記啊 當時這個黃靜穎 你把他派出來 硬是擠下了 在那個選區經營很久的陳思瑜 後來陳思瑜還退黨 所以他跟這個黨中央反映 不要吃筋肉拍我 那柯文哲呢 一聽到基層反彈 他就說唉唷 這還沒有決定的事情嗎 這個之後再來計畫看看 那更何況 為什麼這個柯文哲會突然拋出這個 按照柯文哲前幕僚 吳靜穎的說法 他還是在搞聲量 為什麼要搞聲量呢 因為現在民眾黨 這個雙黃現在強勁版面 包括了這個黃珊珊 在這個國民黨烈焰黨團 提出描述國會罪的時候 黃珊珊說可能要慎重一點 但黃國昌說很好 這個我們要強化監督的能量 跟方向跟國民黨一致 但是只是具體的這個法律制度 還可以再細緻一點的設計 所以看起來跟黃珊珊 是這個不同調的 那這個部分就請教學委 當然你怎麼看這個柯文哲 提出這個N加1的這個說法 現在甚至已經沒有把國民黨 放在眼裡了嗎 我跟你講柯文哲他的策略 向來習慣就是說 我先丟一個議題出來 看看風向怎麼轉的之後 他才來絕對 因為他會知道說 即使今天有反彈的話 他丟出來一定有揣摩上意的人 會出來幫他辯護 幫他發聲 現在很清楚 N加1你說地方上 柯月安講說地方上 有很多人炸鍋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民眾黨的發言 那個李鼎麗講什麼 李鼎麗講說 N加1是戰略考量 可是到最後實際提名 還會做完整的評估 那你評估在哪裡 你評估都還沒出來 你就先丟這個議題出來 你不是嚇死嗎 好 另外一個 新竹市議員那個李國璋就講 你這個是對自己沒信心的 影響才會大對不對 誰對你沒信心 要往前衝對不對 撞死沒關係 對不對 即使不可能我們也要衝對不對 他說你永遠守著一個N 一個大N 大N都會變小N 對不對 所以N加1 你看吧 這是不是已經看得出來 柯文哲的風向 大概他的意見就是這樣 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柯文哲長期以來講說 理性科學務實對不對 他理性根本沒有理性 他天天都在妄想 他用想像來治理政黨 包括選舉也是 你這是N加1 不是用想像的嗎 對不對 那你說你理性在哪裡 這根本就是妄想對不對 你說你務實 他覺得說三百六十九萬票 完全移植給地方候選人 數學裡面不是有個第一率 對不對 我今天A等於B B等於C 就A等於C對不對 那我今天我的選包三百六十九萬 我就可以消息的話 這個本下去 議員遍地開挖 大家都可以當選 N加1 他還想N加2 我說真的 那可是重點在哪裡 他其實看到一個 你小草不能夠冒出頭 對不對 你N加1的話 有票有 對不對 那可是你就不會當選 你如果冒出頭的 就馬上把你拉下來 你就以後就不會有小草 趁機茁壯 像那個單一選去一個人的那一種 以後就潛在危險 對不對 他就像黃國昌一樣 潛在危險 所以現在要劫志他這樣 那你另外一個 我是覺得柯文哲 你應該去下鄉 了解一下地方上的情況 你民眾黨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邊 不用不用再想太多 好啦 那我是覺得說 這個柯文哲 這個我們罵了這麼多天 也罵夠了 他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是覺得現在接下來 大家應該到目前為止 應該這樣很清楚 你提名的這些 你說你看我們講說 他的內部角力 這個這個藐視國會罪 這個有沒有 國民黨把它列為優先法案 對不對 那你現在黃國昌也跳下去講 對不對 他要監督 你看你有沒有發現 裡面已經開始有人 不一樣的說法 雙黃的這個態度上 就不大一樣 對 那個黃珊珊講說 可能要慎重一點 那黃國昌就講說不行 對 一定要什麼強化 黃國昌說的方向很好 對強化這個監督是一致性的 那你是柯文哲的態度在哪裡 這個我們從頭到尾沒有看到 柯文哲的態度 他就是告訴你說 你就開始打了對不對 那我是很想要問一下 那民眾黨 那你那個立委 如果在立法院裡面 表現荒腔走板的話 算不算秒會 秒釋國會 對不對 你只不能只針對官員 你那個立委 軟七八糟 軟質詢 這也是秒釋國會 對不對 我要講一下謝國良的事情 我實在是前幾天都忍住不講 我發現謝國良真的有夠誇張 我覺得他真的這就表示說 國民黨裡面各催各得好 對不對 各催各得掉 你今天謝國良 我說真的 你第一天的時候 你用警察權強制點交 這個就是違法在先 我們法院要去點交房子的話 你都要法院通過對不對 你快點那天 你司法還在訴訟中 你就可以強行點交 你行政權 行政力量 已經凌駕到司法判決之上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第一點 你就踏出錯誤的第一步 接下來 大家在質疑你這個很多 很多那個動案商城的那個 什麼租金問題 什麼權利金的問題有沒有 你今天哪壺不開提哪壺 你拿出一個什麼 成績轉運戰 來做比較 我說一句比較難聽 成績轉運戰是國港客運 他是轉運戰 他是交通機停車場 大型停車場 公主比較難聽 你跑去跟那個商城 做商業行為的模式的東西 你做比較 你是要拿什麼逼雞腿對不對 所以我說跟你說你哪壺不開 你幕僚都不會膽小 你怕他不要拿這個出來 斃了對不對 這斃了 沒有人跟他講 說到振振有詞而已 第三個就是說 你現在提出罷免四個議員 民進黨的議員 你是在中邪嗎 我說實在罷免市長不容易 韓國瑜是例外 對不對 罷免市長說真的不容易 你那個要動員多少人 你今天好 你一口去罷免四個區的議員 對不對 你不是仇恨總動員嗎 你這個把整個罷免要炒熱起來 對啊 那些議員的支持者不會火大嗎 對嘛 很多人想說 你罷免我的議員 我去他去投票 我投一張 我挺我的議員 再投一張 順便再投一張罷免市長 你這都穩過對不對 對啊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你怎麼會搞這些 黃牆走板的事情 對啦 現在很多人講說 市長說我沒有 是那個黨部主委發動的 我跟你講切割不開的 所以你的黨就很奇怪 你一個黨部主委 去搞自己黨的市長 這是惡性的在連署 不然就黨部主委指揮惡性去連署 這很好笑 少來的 你看惡性就是你們協助的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你選舉也是 苦惡性 要創什麼動員也是苦惡性 你今天說罷免跟你無關的 切割就夠乾淨嗎 對啊 沒有人會相信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個事情說真的 你現在再搞下去 你如果真的要下車 還下不了車 因為什麼 越贏越多 現在大家如果沒有放你 我說真的 你現在如果真的要 只是堵一口氣 或者是堵什麼 不管 那你國民黨是不是 應該有人要告訴他說 欠欠他 或者給他一個策略 或者計謀評估整個結果 不要再讓他硬幹下去 不過這個韋航 這個柯文哲為什麼提出恩嘉義 昨天吳敬禹在突發奇想的時候 因為他替他前幕僚 他說很簡單 他是要告訴所有的金主 我要變地開花囉 這個 小草們 你們要不要這個 再捐獻一點 繼續割小草 那就國民黨現在 我們剛剛講嘛 在砍老樹 這個黃福星黨不可能要走入歷史了 那有人講說 這個朱立倫是大刀闊斧的改革 那真的是這樣嗎 那你怎麼看 結果這個時候 這個民眾黨的立委 張錡凱跟林國成都講說 其實二零二六 我們藍白還是有合作的空間 那就是不知道 國民黨會不會這個願意 讓給我們去選 為什麼讓給你選 什麼好處都你們的 你怎麼看 這個柯文哲 N加1 我個人認為 你要在只有現任立席的狀況下 你要扣增第二席 真的極度困難 真的極度困難 那你除非是你的紀錄 真的要達到一定程度 才能夠像過往民進黨做世紀紅 做身分證字號的尾數配票 那當然我們祝福他 如果他N加1的話 那真的他會鬧帥 他會很慘 我們當然要祝福了 不然其他政黨怎麼生存 就是希望講了就要做 做了就要做到底 不要挨憂了 就算有人吵鬧 有人退黨 都不要理他 撵過去就對了 堅持到底 見急旅急 不然柯文哲 就是一個說話不算話的家伙 有種就說到底 千萬不要說了 但柯文哲我覺得他應該會說 你看他咖啡店 才說要開 馬上又N加1轉移焦點 下個禮拜就開滷肉飯 下個禮拜就變那個 台南羊肉湯 他就每天丟一個話題 他跟他討論 就是他說 碾魚效果 丟一支什麼東西下去 讓大家開始跳起來 他看了就開心 搞不好再到什麼 一年之後沒梗 民眾趕快發射火箭 都有可能 對啊 去太空 這些東西都可以打 柯文哲N加1部分 不要把它當笑話 我們要鼓勵他做到底 再來藍白河 藍白河 我們從這裡講到 從民眾黨講到國民黨 國民黨現在態勢很明顯 就是我根本不要理他 我假裝沒有看到他 就是 好 我很多地方要跟你合作 可是 如果我給你面子 哇塞 他就囂張起來了 所以最好的處理方案就是 你不來求我我就不去求你 然後我就在那邊中美看到 不管是立元黨團 不管是黨中央 都是同樣態度 地方的諸侯也是差不多 那當然啦 老沈這邊的話我來講一下 他說 柯文哲在這段節目講了三個重點 受訪的時候 第一個 就承認失敗 第二個就是說 六點共識 柯文哲說再來一次他不簽 那這代表是沒有藍白河 可能還是有 但他一定要正的 沒有富的 可是大家都知道現在國民黨最強勢的是盧秀燕 哪有可能盧作婦的啊 你什麼東西啊 講白一點我讓各位看一下 今天剛剛我們錄影之前 大家在流傳的一份 什麼事 來我的手機 台中市交通局 我們這邊有前局長 為何流落至此 他們在飆售文心高中站的 公後宅 而且 公宅處 你看這下面他還提到 公宅處請登記 預約待看 預約看屋啦 你那個時候沒有做這個服務 你看 怎麼選 在賣房子 在賣房子 還預約看屋 而且他文字很像那個建商的方案 就是建商的方案 但是這是台中市交通局 怎麼這樣 我就問前局長 為何流落至此 是不是不會賣房子 對 然後他們要什麼 兒童遊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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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多積極 是否代消化 就是 除了這個以外 盧秀燕今天宣布那個 台中的巨蛋要蓋嘛 對啊 然後蓋了當天晚上有演唱會 演唱會喔 他是開工喔 什麼鬆溪開工會有演唱會 對 公帝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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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說才不敢建商 建商開工不秀 以前都這樣 以前都是這樣 台中市政府變成台中房屋了 是 人家多積極 你扣完哲 你也帶消中心裡的 你應該有裁員 你應該有人產 你都沒有 你還想當政的啊 人家在選擇 多積極 他才不會再跟你講 講盧秀也出來說我們國民黨N加1嗎 他不會跟你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他該做什麼都已經鋪了 所以藍營是準備好好的 我就等你白的來求我 你說老百合可以啊 那一定是你來和我啊 我就發配你邊疆嘛 讓你去超級艱困區嘛 你說要選縣市長 不好意思 我覺得你是鄉鎮市長 請你去選一個艱困的鄉鎮市長 所以啊 白的大概現在慢慢察覺說局勢不對 為什麼局勢不對 從那副關起開始玩你的那一次嘛 不就在花蓮那個銀星束營啊 把他綁去花蓮嘛 然後現場開會說要讓 哇那白銀心中稍微小路亂撞了一下 興奮了一下 回來之後呢興奮完了呢一場空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要開一個會 然後打電話 哎呦我們不讓囉 你能怎麼辦 所以民眾黨現在裡面啊 不要忘了這邊內部角力黃珊珊 要謹慎一點啦 你放過昌太好舞爛了啦 雖然你是那個公里的馬其諾防線 智慧的帕德嫩神廟啊 但是還是要小心一點啦 這國民黨不要再被騙了啦 另外昨天晚間發生了一件事情 引起大家的恐慌 什麼事呢 那就是臉書IGYT突然掛點了 很多人以為說我的帳號被盜用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 那當然今天這個事情 竟然馬斯克也被這個榴彈波及 那到底是為什麼呢 不過講到榴彈波及 今天還有一件這個網友很感興趣的事情 那就是藝人修傑凱 本來昨天開開心心的去慶生 結果據說為了這個保護朋友 也被波及率領還因此掛財 到底怎麼回事啊 現在說第一件事情 晚上了嘛 忙了一天下班完洗完澡 上上網看看妹子 這個是應該的 結果昨天晚上哇超慘 發生什麼事呢 全球幾億人包括了FB 包括了IG 包括全部當機 全部當機的時候呢 你當機你就死當也就算了 很多人還想說是不是密碼出問題 大家一直在那邊改密碼 改密碼改密碼 改老半天 好那這件事情呢 馬斯克就趁機開栓了 開栓完之後呢 當然Meta現在呢 人家可是花了幾百上千億的一個資金 經過兩個小時的一個搶救之後呢 他也恢復正常了 那今天也跟大家說道歉 因為主機同時shut down 這個就是沒有分開主機 還有瞬間整個網路當機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但臉書雖然不好過 馬斯克也不好過 發生什麼事呢 馬斯克最近真的是諸事不順 最近很多人就去看 馬斯克特斯拉最近短短的時間 又嚇死人了 股價下跌11% 那股價下跌11%之後呢 最近呢 貝佐斯人在家中睡一睡 突然間哇電話一直響 發生什麼事呢 貝佐斯在家睡一睡一睡 他又變成世界首富了 他又變成世界首富了 所以他現在的身價是2000億美金 再度的當上了世界首富 但沒有想到馬斯克真的倒霉啊 為什麼呢 目前的特斯拉的德國廠呢 左派環保人士 居然去把整個所謂的發電設施把它給燒了 燒了之後呢 現在德國那邊呢 發電設施燒了之後呢 德國的特斯拉現在停擺 也不能夠做 所以最近呢 整個馬斯克運氣非常差 也有一個人運氣也不好 修傑凱 發生什麼事呢 41歲大壽 修傑凱跟王柏傑 他們就在北市東區出名的KTV裡面歡唱 歡唱到一半他們有一個朋友 這個靈性的一個友人 據傳是潮牌的設計師啊 突然間發生了在台灣最離奇 但是最常發生的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你在電梯當中 兩個人可能喝點酒 又起眼神對上啦 答案話叫欺 然後對方呢欺 欺完之後呢 還跟跟跟跟 跟到他的整個包廂 跟完包廂之後 各位不得了了 這位陳雅豪呢 就突然間拿起來滅火器 就衝進去了 衝進去雙方 各位就扭打一通 為什麼呢 這個陳雅豪說 你們的靈性友居然敢欺我 他要把他從包廂抓出去 把他外面毆打一頓 然後毆打一頓之後 後面現場就非常的混亂 非常混亂的過程當中 各位第一個亮點出來的 大家突然間發現 KTV的女服務生真的很厲害 因為這個女服務生居然 他就一個人默默的 現場都在打喔 他就在那邊收拾東西 然後就把整個所謂的滅火器 就把他給收回來 把收回來之後呢 現場大家打成一團 那各位 修傑凱跟王柏傑 可能放任他的 有人被人家打嗎 不是嘛 大家就衝下去 衝下去之後呢 就第一個 陳雅豪是目無法技喔 殺進包廂 而且還帶著滅火器喔 帶著滅火器完之後呢 雙方打打打成一團 現在呢 修傑凱的左眼角是掛彩的 掛彩完之後呢 大家都有互相有傷 互相有傷當然要報警嘛 結果後面發現 這個陳雅豪 天啊 這個打人好像常常在發生的耶 發生什麼事呢 陳雅豪的身份就被起底喔 第一個 他又是之前是所謂的松聯邦 後來呢 松聯邦當小弟當一當之後呢 現在呢又加入了竹聯邦 又是統促黨 結果呢 網內一抓黑歷史瓦 今天的媒體呢 跟整個所謂的記者呢大家都忙了 發生什麼事呢 請各位看喔 這兩件衣服是一模一樣的喔 陳雅豪昨天打人 拿著滅火器衝進去的時候 穿了這件衣服 跟兩個月前在北檢外面 那時候北檢發生什麼事呢 北檢也是統促黨 統促黨要開庭 那個時候呢就有攝影記者 攝影記者呢 這個陳雅豪就對這個攝影記者說 不要拍我老大 可是各位記者是第四權嘛 他有所謂的媒體自由 他居然把人家攝影記者又打一次 然後打一次之後呢 這兩件衣服是一樣的嘛 這兩件衣服是一樣的嘛 這是不是嚴重打擊警察的微信呢 結果媒體呢一看 哇有興趣的跟上去喔 今天下午各位爆料越來越多了 2020年這個陳雅豪拿著彈簧刀 把對方砍到頭破血流 一件 第二個職棒遷堵案一件 還有一個酒店經紀人也一件 那我問各位 這種常常在打人的 你看到他 看到警察那個對話的時候 那個走路彈彈彈的樣子 跟那個講話 各位你看下去嗎 但是各位 警察能對他怎麼樣嗎 抓進去就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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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好 這件事情呢 到了今天下午的時候有一個 他們就說 勸架啦 兩層所謂的推擠啦 雙方掛財啦 互不提告啦 然後這個施暴的男生還說 我是認識修傑凱的啦 我對他鄭重的一個道歉 雙方也互不提告 所以說事情沒有想像中嚴重 但各位 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你在電梯互相親到 他就拿著滅火器 拿著滅火器 衝到你的包廂去喔 但賈淨文在國外嘛 據傳是緊急坐飛機 回到台灣來處理